这是我们的胸部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栋房子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住在三楼的乳县 我们二楼住的是筋膜 一楼则是胸大鸡 地下室是甲体 无一是甲体都放置在半筋半肉 一半在筋膜下 一半在肌肉下 跟乳县是完全分开的哦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家的地下室有人跌倒 或是发生什么事 是不会影响到其他楼层的 因此做完龙乳手术 未来要做乳房摄影 或是哺乳 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让你更了解龙乳手术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